北海是一座拥抱海洋的城市 因为这里的海洋足够慷慨 上天的馈赠让这里的人们衣食无用 在过去曾经生活着一群终身以海为家的人 73岁的淡家阿婆到现在仍保留着在船上生活的习惯 以海为生的淡家人是桥岗的原住民 一条小船既是他们谋生的工具也是他们家 古老的海上人家依然延续着过去的生活习惯 但在距离岸边一个多小时船呈到维州岛上 年轻人则演绎着不一样的海上生活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这是自小在岛上长大的小云 街道特地来此相聚的楠楠 今天是他们六年来的再次相聚 四五彩路已经修好了 滑岛路 对 但是我更喜欢以前的那种感觉 两人因美食结缘 在聚首他们同样喜欢以一种无需言语的方式做一顿别致的晚餐 说起吃 在维州岛永远绕不开的一种美味就是海鲜 花蟹深得当地人的喜爱 像小云这样土生土长的岛上居民 有着天生敏锐的嗅觉 哪里的食材最新鲜 它都一清二楚 而擅长厨艺的男男要考虑如何将食材的鲜味发挥到极致 在维州岛上有一种食材只有在每天退潮以后才能找到 这种野生牡蛎个头十分小但却极为鲜美 是上等的食材 这种小的话就会很鲜美 维州岛人感恩大自然的馈赠 他们懂得挑选食材并加以利用 就要吃了胖三斤维州香 像小云这样的维州岛人 善于运用当地较为原始的食材 野生青木瓜 营养十分丰富 口感清爽 拿它来做开胃菜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小云还喜欢将本土菜融入东南亚的红味 一道凉拌木瓜丝便是如此 丝丝爽滑 酸甜适口 而男男喜欢将本地菜做得更加烤旧 做好香煎小牡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要极为快速的将蛋液和牡蛎搅拌均匀 接着在锅里攀开 想要做的平整均匀一定不可一蹴而就 双手的密切配合 食鸡火候的掌握都十分关键 淡的清香 拌着牡蜜的鲜美 这两种食材便交融出一种传统的北海味道 维州岛海鲜是一定要压轴的 小云将岛上的火山石放到烤架上 火山石的妙用可以让烤制的热量均匀 使得花蟹的火候更到位 味道也更加鲜美 撒上些酒 火焰喷涌而出 腥味也随之散去 这便是岛上不可多得的佳品了 北海的海鲜18岁 维州岛的海鲜16岁 做的就是这个海鲜 特别的鲜美 鲜嫩 维州岛的夜晚是美丽的 北部湾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当地食材独有的天然风味 品尝这样纯净的美食 心底里流露出来的 自然是真挚的情感 六七月的北海 过于闷热的天气 阻止了人们探寻这座城市的欲望 只有到了傍晚 一切才显得不同 走进夜市 便是认识这座海滨城市最好的方式 北海夜市中 最为集中规模最大的要属桥港风情街了 商铺内 马路边 到处都是食客 从傍晚一直到凌晨 这里总是络绎不绝 要想吃到正宗地道的美食 一定少不了行家的职业 大兴是广西当地的旅游节目主持人 也是位美食爱好者 对于北海美食 他可是了如指掌 对美食我是特别的熟悉 找我就对了 桥港就是来北海一定要到的地方 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万多 越南华侨聚集的地方 那现在呢 这里的发展啊 已经由万草成生 变成了特别繁华的一个旅游聚集地了 所以来北海 桥港这一站你是一定要到的 桥港风情街聚集了200多家 各具特色的小吃店 这里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越南龟桥 所以这条街上的各式美食也具有东南亚风味 来到这里肯定要多转转的 我们就跟着大仙去品尝一下吧 乔越世家 这家不错啊 来桥港一定要感受的就是越南风味 来妹妹 吃卷粉了吗 店主阿芬是非常热情的桥港人 他家的招牌特色就是越南卷粉 各种口味的卷粉五颜六色 各个晶莹饱满的躺在盘子里 滑溜溜的看得人直流口水 我们了解了一下 一共有六种口味可以选择 像猪肉木耳 叉烧豆角 鲜蛋卷粉等等 这么诱人的卷粉到底味道如何呢 那我代表广大观众来尝一尝啊 大仙吃得起劲 拿起筷子就停不下来 据说好吃的越南卷粉 是有秘诀的 而阿芬的手艺是从外婆那代人传下来的 越南卷粉类似于广东的肠粉 但略有不同 阿芬家的卷粉带有很浓厚的越南美食风格 其中最重要的讲究就在于外面的一层卷粉皮 要保证弹滑爽口 十分考验技术 卷粉皮要解量薄 但过薄又会失去弹性 这火候非常难以掌握 也只有像阿芬这样的老手才能 纯熟的掌控 阿芬告诉我们 他做越南卷粉还有一个秘诀 就在这块布上 你看这块布啊 比其他的布都要密 做出来的卷粉就滑 为了找这块布啊 我可被搭进了 走遍了北海大街小巷 才找到这么一块合适我做卷粉的布 阿芬说卷粉皮的薄厚 很大程度上在于布的材质 布的密集程度直接影响卷粉皮的薄厚 而且布要减量平整的绑在铁圈上 才能做出更加均匀的卷粉皮 越南卷粉虽然看着简单 但显然只有手艺精巧的制作者 才能留住挑剔的客人 到了桥港啊 还有一家美食一定要给大家推荐 因为平时很少见 尤其是北方人基本上没看过 到底是什么呢 带大家见识见识 在街上我们就看到很多店铺牌匾上 有这样两个字炒冰 这炒冰是什么呢 冰怎么能用来炒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先把菠萝蜜水果打成果汁 然后呢 这个锅其实下面是有点类似于冰箱的那个冷冻 而且是速冻的这个装置 原来这炒冰可不是用热锅炒 而是将果汁放到一种能速冻的锅中翻炒 果汁倒进去不一会就开始冻上结冰 要想吃到细腻的炒冰就要不停的翻炒 不能让果汁冻得太结实 在夏日里一杯炒冰绝对是北海人消暑 必不可少的 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子都十分闲 带着浓浓果香的冰爽 不是亲口肠道真的是无法体会啊 在桥岛你还会看到满街都是糖水店 哎 这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因为呢 呃 这里的居民啊 一般在宵夜之后都要喝一碗糖水 虽然叫糖水其实它内容很丰富 我们去看一下 虽然已经入夜很晚了 但来这里喝糖水的人还着实不少 这家店的糖水可谓是种类丰富 从四元钱一碗到十元钱一碗不得吗 在北海人的饮食中必不可少的就是糖水 据说在刚刚改革开放后 北海的年轻人出海赚钱回来了 叫上几个朋友工友 经常会过来喝上一碗香甜的糖水 是当时的一种时髦 北海的糖水可是五花八门 品种繁多 像桂圆红枣白果糖水 青不良糖水 绿豆海带糖水 马蹄糖水 玉米糖水 桂圆红豆糖水 百合莲子糖水 西米芋桃糖水等等 几十种不同口味的糖水 很多还都是这里独创的品种 让您喝个够 桥岗这边的糖水 据说是不能添加香料的 但又要做到香甜 那对手艺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小周是地道的淡家人 对于如何做好糖水 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方法就是 首先要从选好料开始 北海人依赖糖水 所以对糖水的用料要求很高 不但要好喝 还要有营养 小周觉得银杏仁是非常合适的营养滋补品 但挑银杏仁外行人是不太懂的 首先它的肉体必须要缓肉 越缓的肉 它那个肉质都特别越嫩 而且那个香味特别的足 对于糖水的原料 小周十分在意 淡家人的糖水是不放香料的 想做出味道香脆的糖水 对每种原材料把控 只能由小周来亲力其为 银杏仁虽然营养丰富 但却自带苦味很难消除 不加控制的话 会直接影响到糖水的口感 小周应对的办法 只有慢动出细活 白果它本来带的色味 跟苦味是比较重一点的 要不断地加水和糖 把那个糖跟水的那个甜度 融进那个银杏的里面 让它把里面的苦色味给去掉 做糖水就是要慢功夫 丝毫及不得不断地烹煮熬制 要想去掉银杏仁的苦色味 就要不断地换水熬煮 大热天守在锅边 小周要把这步骤做五六回才行 一碗碗糖水 在淡家人的生活中 被增添了很多年代的印记 糖水在我们淡家人的心里面 是一一非凡的 因为我们以前在大海上漂泊的时候 那个对糖的资源是特别的匮乏的 每当我们有机会上岸的时候 每家每户都会煮糖水 一碗小小的糖水呢 它不但可以补充我们的体力 而且还使我们出海干活更加有动力 它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 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人人都靠出海捕鱼为胜的那个年代 确实很艰苦 吃完糖水便是莫大的幸福 淡家人对甜的东西 永远是无比向往的 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 淡家人的糖水也逐渐成为了 人们对那个年代生活的回忆 我给大家带了这个地儿呢 是传承了二十多年的包仔粉 听说特别地道 在北海 一碗热腾腾的包仔粉 可是非常受人欢迎的 老邻居新顾客都喜欢这种味道 一包粉吃了十几年 这家店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我们发现 经营这家店的店主是夫妻两个人 他们都是本地人 祖辈还都是地道的淡家人 为什么粉这么好吃 这要从两个人的相识开始说起咯 因为我们的家人都非常爱吃粉 年轻的时候我和我太太 因为经营粉店而相识 吴玉明一直都信奉 每位需要态度去守护 从两人认识开始 他也一直这样做 但最初让他下决心将粉店做好 正是太太当时的一句话 如果你开个粉店我就加给你 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 吴玉明用二十年的时间 将粉店越做越好 但这离不开一路辛苦走来的太太 挺累的 因为你不能正常休息 所以很累的 但是我们爱啊 爱吃粉也爱竹粉吧 爱卖粉 所以我们也不觉得累 坚持信念的吴玉明和任劳任月的太太 将竹粉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二十年来他们都恪守一个观念 做好吃的粉让顾客吃到一碗满意的粉 要说起来 北海人通常喜欢口感清淡的食物 如何保持清淡而不失风味 夫妻俩可是煞费苦心 从食材到做法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拿香菇梅肉粉来说 从选料上就很讲究 腌制梅肉一定要用当地上好的海猪肉 吃小鱼小虾长大的海猪 肉质紧实有嚼劲 再就是做法 用蜜汁的汤料腌制 橙色和味道就完全不同了 一包十几元的粉 从选料到加工再到烹调 每个细节都决定了它的口感 夫妻俩现在的愿望 就是让更多的人喜欢吃它们的粉 记住北海包仔粉的味道 而在众多食客们看来 这不只是一包粉的记忆 更是对桥岗对北海深刻的记忆 哇 哈喽 哈喽老板娘又有美食吃了 呀呀呀呀呀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知道了叫淡家紫苏虾饼 这家是第一道的淡家人做的菜 所谓淡家人是对中国沿海地区水上居民的一个统称 主要分布在福建 广东 广西和海南等省份 在北海桥港镇就有很多淡家人在这里生活 淡家人最擅长的当然就是烹饪海鲜咯 这道淡家紫苏虾饼就是用深海虾仁做成的 外酥里嫩 吃上一口 这鲜们的味道就直接钻入人的口鼻 在广西北海 桥港的夜生活可是多姿多彩的 我们发现海港附近的这条街上也吸引了很多时刻来享用美味 现在我们在这条街每天晚上都特别热闹 为什么呢 坐在海边吹着海风吃着海鲜 哇 快乐似神仙 我们去感受一下他们的快乐生活 这是两位美女 哈喽两位美女你们好 打扰一下啊 请问一下两位是本地人还是 本地人啊 方便坐一下吧 好 谢谢 不光外地游客来此品尝美味 当地人一样钟爱这里的夜市美食 两位北海妹子作为当地人肯定是更会点菜的 那他们吃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海西螺 然后这个是火铜螺 我们这边叫火铜螺 火铜螺 对这个是扇 就是扇 然后扇干的 扇鱼 对扇鱼干 对 然后这个是白斑鱼 北海人爱吃螺 螺的品种非常之多 并且非常有本土特色 像这道酸笋白溪螺在其他地方就吃不到 而这边人吃螺的工具也不一样哦 各位观众我有新发现 在这里吃海鲜尤其是吃螺 用的都不是牙签 用的是别针 看到没有 因为牙签太脆了 可能一掰就断了 但是这个别针可能更好的来撩螺 我们这里叫撩得出来 北海人吃螺都讲撩出来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当地人的性情 北海的海鲜是极为新鲜的 做法也并不复杂 当地人就爱海鲜这一口 一旦小海鲜上桌再配上几瓶啤酒 这气氛马上就来了 酒憨而热之际 当地人半开玩笑地告诉我们 其实在北海人心中 有种最能代表北海味道的食物 不光难寻到 而且价格还很贵 更重要的是 外来的客人在看到后 恐怕就不敢吃了 诶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这里是北海红树莲景区的海边滩图 早晨九点 在远处的海岸边 能看到三三两两 各自成群的身影 看他们拿着工具挖着什么 似乎在找什么宝贝 我们跟着景区工作来源林师傅去看个究竟 原来海滩上的渔民在挖一种叫沙虫的东西 沙虫又叫海人参 学名方格星虫 它的形状很像一根肠子 呈长筒形 林师傅告诉我们 在北海 沙虫就是生态环境的检测仪 只有在环境优良的地方 才会有沙虫出现 当地的渔民都会用非常专业的方法 来挖出埋在沙滩深处的沙虫 而沙虫不仅营养丰富 更是北海小吃的代表菜 味道尤其鲜美 那沙虫藏在沙子下面 我们该如何找到它们呢 这有好多这个小洞啊 这个洞里是不是就是沙虫啊 不是不是 这个洞里面就是小螃蟹一种 看样子我们外行人是不大懂了 瞧渔民们的这身打扮 就知道人家才是专业的 林师傅告诉我们 挖沙虫会选择在退潮以后 近一段时间都是上午七八点钟开始的 一把铲子就是渔民们最顺手的工具 那这挖沙虫究竟有什么诀窍呢 怎么挖沙虫啊 怎么挖出来啊 有力就行 有力就行啊 林师傅说 这挖沙虫必须体力好才行 另外这还是件技术活 有技巧的话 才会事半功倍 挖沙虫是必须要技巧的 你看它用的竹筒慢慢 一敲一敲它 它就在那找眼 它那不敲了 是斩片挖下去 就是在那剥开那个土里面找眼 它那个眼一剥开 它就必须要点黄色的沙 那黄色的沙 表面上使在去它 那个沙虫浮出来的大变物 就甚至那大变物 就慢慢挖下去 就找到了那野 原来渔民们不是随便挖的 沙虫都会藏在自己挖好的洞里面 挖的时候要看哪些洞 才是他们栖息的小洞穴 一般沙虫洞会有黄色的排泄物 渔民们一旦发现沙虫的藏山之处 就会迅速的跟着洞的方向挖进去 但沙虫在沙子里动作也是非常快的 不用力挖它就会迅速的溜走 所以这挖沙虫绝对是个体力活 要用力 渔民们告诉记者 它们一天最多也就能挖五六街 大多数时候收获并不多 有些多一点 有些小小 一斤呗 两斤呗 那不多 那也挺辛苦的 很辛苦的 出好多粒的 在海滩附近的路边上 会有专门的人员来收鱼民们挖好的沙虫 论个头给劲 这个差不少 可能有区别的 区别还是挺大的 那大的好吃还是小的好吃 一样大 一样大 鱼饭们收购小个沙虫的价格是四十多元前一斤 而大个的收购价要高出不少 达到六十多元前一斤 我们了解到北海的沙虫并不是独有的 但论起沙虫的品质和个头来 可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北海沙虫不仅鲜美 肉还特别厚 自带新鲜中透着股甜味 当然 北海人更懂得烹饪这样的佳肴美味 蒜蓉蒸沙虫 吸收蒜蓉的香味味道鲜香 沙虫冬瓜汤口味鲜甜极具营养 沙虫四身新鲜爽滑 淡青炸沙虫酥脆香甜 这一桌沙虫美味吃起来 那可真叫一个绝了 淡加美食其实就是原生态的美食 是原生态的一种海鲜 海鲜的最基本的一种烹饪方法 这几百家众多的特色美食中 五元前一个的虾仔饼无疑是主角 虾仔饼中的虾仔就是北海本地出产的小虾 油炸之后十分酥脆 整只虾连外壳吃下去 都不用担心虾壳太硬刺嘴 加上软糯的米粉外脆内软 全是这种小虾米然后浮在上面的料非常的足 来尝一下好烫手 香香的脆脆的又软软的糯糯的 来北海吃到的小吃第一个标配必定是虾饼 北海连接海边海产品丰富 由此衍生了很多独具北海特色的海鲜食物 海鸭蛋蛋黄酥正是如此 它采用一整个海鸭蛋黄作为馅鲜 外层酥而不腻再裹一层雪胃娘 内馅配上红豆沙馅香而不甜 这个蛋黄酥跟我平常吃到的鸭蛋的蛋黄酥完全不同 又咸又香然后又甜 它层层的口感都可以体现到明明精致 北海老家的夜生活是丰富的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饮食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 又有鲜明的地狱性 特色小吃淡加海鲜 越是点心西是咖啡 应有尽有琳琅满目 逛老街就喝白甘蔗汁 我们是一天大概一千斤左右吧 这么多半吨 那给我来一杯香 先炸白甘蔗汁 第二杯半酱 好爽啊 一杯白甘蔗汁清凉下火 清热解暑 走累的话你也可以来一杯 老街延续着中西河壁的古老韵味 而在十公里之外的桥港镇 一条风情街则演绎着 东南亚的异域味道 听说这儿是北海最热闹的街 没有之一 在桥港风情街上 大约有两百多家的店铺 走在街头您随处可见异域的风情 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桥港镇靠近桥港海滩 居住了许多越南桥民 因此小吃也融合了越南风味 不仅游客为特色小吃慕名而来 当地人也爱驻扎在此夜晚热闹十足 今天就饱满饱满 因为我们海鸡都活的 做给你们吃 没有死的 各样各种的菜都有 香辣麻辣可以做 味道很好吃的 一天晚上有三排几次 我们饱满起码吃早就有三次 就吃些北海当地的小吃 卷粉 生花之类的 卷粉 糖水 炒冰 蟹仔粉 炒螺 这五种小吃是北海桥港精华美食的代表 三十八岁的徐国芬 从小学就学习做卷粉 是第三代传人 四十多年来 无论环境如何改变 永远不变的是外婆传承下来的独特滋味 我会做卷粉是妈妈教我的 妈妈是越南的外婆教妈妈做的 太阳过海带那个手衣过来传售给我 我也一定会努力把它做好继续做下去 粗米泡好磨成米浆 再用勺摊到苹果表面 盖上盖子慢慢加热 只需半分钟的光景 一张晶莹剔透的卷粉皮应运而生 猪肉黑末馅料 我刚还有其他几种馅儿 虾仁 红萝卜馅 豆角猪肉馅料 叉扫马蹄馅 香菇鸡肉馅料 阿芬家的卷粉2.5元一条 加鸡蛋再加一元 以前的卷粉种类比较单一 现在有了更多丰富的选择 每天选用最新鲜的猪肉 泡葱米 打米浆 做馅料 阿芬这样按部就班的生活 只被用心做一条大家都认可的卷粉 你看它时间就是这样 这两条卷好那两条也就熟了 卷好了 是啊 然后用派子把它们去一下 对 阿芬家的六种馅料的卷粉 全在这一碗里面了 相当清脆的口感 看见没有 里面都是切成丁的这种马蹄 马蹄是清脆的 肉末是清香的 口感特别的舒畅 你看这个卷粉 它是在几十年前飘洋过海 来到北海桥港落地生根的一种小吃 它不仅卷出了很多种的口味 它也卷出了妈妈的味道 梁广喜食甜品或者叫糖水 北海当然不例外 桥港风情街 原来本地人把这里叫糖水街 就是因为卖糖水而有名的 糖水店店地开花 从97年就开始卖了 到现在为止已经23年了 梁广都是比较注重节气搭配那个食材的 大概还有四五四种吧 可以用来做糖水的食材种类有很多 各种受欢迎的甜品价格也实惠 一般在四到十元不等 周姬家的港湾糖水 一天要卖到上千万左右 店面虽然朴实无华 但是却用坚持和严谨 把各种糖水甜品的经典口味传承了下来 丹丹丹丹丹丹四种 这个是 不信你回家试试看 跟绿豆熬在一起 女士特别暗示了桃椒糖水 大块的桃椒 满口的桃椒 煮得很烂 而且这碗糖水没有那么甜 清清淡淡的 它其实是适合很多人的 所以不同口味 吃不同口味的我出来 一碗冰凉酥爽的糖水下肚 去火又解腻 晴热又解暑 炎热的天气 并不能降低食客们的热情 热辣烧烤菜风情街 也是照吃不悟 这个风情街一到晚上 就是热火朝天的 你看在路边 到处都是烧烤的这个摊位 这边是在烤什么 对啊烤中烤 还有一个香味 这边呢 这边的就是青菜 烤了这么多的品种 青菜有金针菇 你看这个场面太壮观了 看到那边看到这边 简直了就是 都在忙个不停 江翠芳的烧烤店和滨市 在风情街上开了19年 现在烤生豪48元一达 其他的肉类在15到20元之间 每天从早上9点忙到凌晨1点 冷热搭配才能成为经典的美味 炒冰就是一种搭配烧烤 消暑的畅销食物 但凡在这个风情街上 有卖炒冰的地方 必定是要排队的 现在我得靠挤 天哪 要穿越这个人流 才能吃到炒冰 这专门有一个人在叫单 一天要卖多少杯 炒冰的一般做法就是 在炒冰机里倒入不同的果汁 用铲子快速地翻动搅拌 果汁会快速变成粘稠的冰 最好卖的是炒什么 芒蜜 芒果 还有椰子 芒果味的炒冰 香味已经扑面而来了 北海人为什么爱吃炒冰呢 我们在炒冰嘛 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游泳回来 就喜欢吃这个 炒冰师傅深谙吃货之道 绝不投工减料 椰汁 芒果 哈米瓜 百香果 菠萝蜜等等 热带水果的味道 就集中在一份份 现做的炒冰里 这个是百香果味的 透心凉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爽爽爽爽 13块钱一杯 破蒸驾食 蟹仔粉是从越南 传过来的一种美食 吃法很独特 蟹仔就是指小蟹 蟹仔粉的做法 是选用鲜鲜的实蟹 先把它捣碎 分离出精华汁 再用洋葱等配料炒至提鲜 这个是蟹仔啊 晃油油晃油油的 太鲜了 我没吃我已经感觉到了 这种鲜美的程度 蟹仔再放入汤里 慢慢熬制 直到螃蟹的鲜味 全部融入汤中 蟹仔粉的精华 就在于这个汤头了 清汤 咬出来这个汤都是透亮的 天呐 这个料包实在太大了 我使很大的劲 几乎是咬不起来的 还有一个大料包 然后还有这么多只鸡 有菇啊 有沙虫啊 有虾米啊 还有其他很多那种药材的配料 熬了几个小时的汤 再和米粉混合在一起 细滑的米粉也融入了清甜的海鲜味 再配合炒香的配料 这道小吃鲜香扑鼻 令人欲罢不能啊 这一碗蟹仔粉 又鲜又爽 你能够看得到有很多的配料 我觉得这一碗蟹仔粉真的是非常专注的 嗯 不错 大家各地的朋友不来呢 没吃到那个蟹仔粉呢 肯定是非常的遗憾 来北海一定要吃到蟹仔粉 在北海凤青街 大大小小的炒螺店也比比皆是 五花八门的螺 价格从25元到80元一斤不等 最便宜的是花螺 最贵的是香螺 我们有车螺呀 白雪螺 花螺 姐妹螺 赤螺 香螺 长尾螺 这些都是北沐湾海域这边的 我们是按斤卖的 这个是35一斤姐妹螺 这个是40 花螺是25 白雪螺是30 就是80块钱的香螺最贵啦 其他都是20 30 炒螺是北海的特色小炒 像这种长尾螺 就要事先把尾螺敲断 清理干净以后 加入葱姜去腥 再用陈皮 八角 香叶 盐和糖煮熟放凉再炒 除此之外 把螺和酸笋 葱姜蒜 辣椒 大火翻炒 既能保持螺肉原有的鲜甜 又能使各种调料的味道得到最大的呈现 我大概算了一下哈 这五盘螺才不到150块钱 对对对 这个是白桌次螺 螺肉出来了 对慢慢拉慢慢拉 它这个头一出来那个尾巴就不要断 这个尾巴是比较好吃的 很鲜美 尤其是蘸了这个大蒜 还有小米椒醋酱油做的这个调料汁以后 让这个螺肉的这种鲜美发挥到了极致 这个是香辣 然后酸笋吃起来有一种臭臭的那种口感 对对对 但是风味很独特 一定要来尝一下这个酸笋炒的这个白雪螺 必吃不可的 他们一定会吃上一两个螺才肯回家的 宵夜都来这里 北海最为诱人的是北部湾 它是我国四大渔场之一海鲜种类齐全 在红沙海鲜市场里 接着看到各种螺类 鱼类 贝壳里的海鲜到处揭示 这是什么 是沙虫 还在动 对 天哪 有点吓人 你看这么长 简直要跟我的这个手掌的长度差不多了 对 而且很肥 比较少 基本上一只沙虫它起码要挖十分钟 才能挖到一根 多少钱一只 它有七八十 挖沙虫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不计勇气 天哪 过去有点怪怪的 因为它还是活的 你看它在我手里还在动 这个虾好漂亮 对 美丽 花虾 有棕色 黄色 白色 还有这种黄 蓝色 包括反过来看尾部 还有这种鲜艳的红色 对不对 这个虾的肉质比较鲜甜 所以它比较适合做刺身 就是可以生吃 它不能养殖 并且它的肉质是比其他品类的虾呢 肉质比较鲜甜鲜嫩 这个鲍鱼 好大个儿啊 活的 像这样的鲍鱼大概卖到多少钱一只现在 45 非常的肥美 很新鲜 大家都 渔船上直接打捞上来 对 没错 到我们市场了 对对对 中文是地道的桥港人 有着几十年的海鲜烹饪经验 中文做沙虫 一是清蒸二是油炸 北海本地沙虫又叫海人参 体长约10到20厘米 是烹饪的首选 我们这边有个银滩 那海水没有污染过 那沙虫如果污染一点点的话 它都生活不了 它都会大片的死亡 所以我们这块的沙虫比较厚 比较肥美 把沙虫洗净依次放入粉丝 沙虫和蒜蓉 蒸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沙虫的新鲜感 而油炸沙虫要裹上一层鸡蛋糊和淀粉 追求的则是别一样的脆感和独特的风味 吃了起来是脆脆的 就很鲜甜的 好鲜好鲜的那种 就是吃到嘴里你根本就不觉得它是虫子 很害怕 而现在这个干渣的沙虫呢 它是焦香口味的 外表酥皮比较脆 所以说这两种沙虫的做法 它风格是迥异的 中文要做的鹰鲜 肉质细嫩肥美 鱼油成分高 是一种名贵的鲜类 鹰鲜用大力海盐腌制五到八分钟 最适宜的做法就是香煎 中慢火能让鹰鲜 奔发出独有的香气和口感 外面是酥酥的脆脆的 对 然后这个鱼肉呢 还能保持非常鲜嫩的一个口感 这个火候掌握得很好 有那种咸香味 但是又不是很咸的那种 招待客人上到云场 那是很重要的客人 除了鲜鱼 马胶鱼也深受北海人喜爱 把马胶鱼的肉与骨头分离出来 打成鱼滑 做成一个个马胶鱼丸 再跟烟菜一起煮 鲜美妙不可言 这个绿色的 有点像北方蚕豆的食材 你一定没见过吧 它叫懒钳 是北海红树林的一种果实 要处理 要不然它有的苦涩味 要熬制过 完了以后就用清水来泡 泡个一两天 完了以后才跟其他海鲜搭配来 车罗闷懒前 一道看起来很土的菜肴 却凝结了北海人的智慧在里面 可是好像吃起来 有一点鲜豆的口感 黏黏的 是吧 挪挪的是吧 嗯嗯嗯 这边的海边人都喜欢吃 它不要拜伙 北海人想吃饭菜 要说这海鲜里的大咖 当属鲍鱼和海参了 中文采用的是 北海维州岛的猪婆参 猪婆参本无味 鲍鱼只有一点鲜甜的味道 如何才能上二者碰撞出 别样的精彩呢 只能用其他的肉类啊 和火腿 他们把它味道逼出来 那味道才鲜甜 火腿 排骨 鸡 虾米 还有沙虫干 一起熬三到四个小时的汤汁 能让猪婆参和鲍鱼大放异彩 这个猪婆参 猪婆参 猪婆参很脆口 很有嚼劲啊 脆口 它的肉又特别特别厚实 看到了没有 因为我们北方的海参要厚上 两三倍的那样一种感觉 它几层的 好几层的 好几层的 在北海沿海的水道上 还有一部分 常年生活在小鱼船上 在近海打鱼的渔民 被称为蛋夹人 因为他们以前的船 小船 就好像一个蛋壳一样 蛋夹蛋夹就是这样 从那里延续出来 因为海上的环境 也不允许他们有太多的精力 去烹饪食物 所以要短时间的 然后要最大程度的 保持食材的新鲜 沙蟹汁焖豆角 它的制作方法简单 在豆角快熟的时候 淋上沙蟹汁 再焖上一会儿即可新鲜出炉 加盐 加水 然后经过发酵 一个多月以后 变成沙蟹汁 就可以做来一种草味品 沙蟹汁的独特味道 有点腥 但又很鲜 吃了让人上瘾 豪仔煎蛋 豪仔鲜嫩 鸡蛋鸡黄 一口下去全是豪仔 满足感充斥在你的唇 瓜皮炒红萝 用的是脆皮黄瓜 只取瓜皮部分 经过盐 腌制一个星期后 依然能保持一种爽脆 与辣椒 蒜片 姜葱 葱头 和红萝的鲜炒在一起 自然是很舒畅的感受 裸肉它很新鲜 又有嚼劲 然后再加上瓜皮 酸酸的脆脆的 有食欲 又清淡 嗯 我觉得当下饭菜不错 对对对 香煎一叶成 主要是来自深海的码头鱼 这种鱼 需要事先用海盐腌制一个晚上 再拿出了慢火香煎 蒸发掉水分 鱼肉才会更香 因为它腌过 所以它的鱼肉呈现了这种 对 一半一半的 对 非常紧实 鲜甜 然后再加上一些咸咸的 对 北海生活着很多越南龟桥 越南春卷是用稻米末浆制成的 米皮包裹 在馅料上则以虾肉 猪肉 以及当地的蔬菜为主 放入油锅中炸至酥黄 越南青稻虾 用的就是越南独有的青色稻米 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采下来 用鸡蛋糊包裹在鲜虾的表面 再油炸 吃出这种青稻米 非常清纯 清甜的口感 对 沾上这个甜辣酱以后 又是另外一种风味 对 脆脆的 这个在越南被称之为 吉捞叶的树叶 包裹着荤素搭配的下料 再用特调的炸粉把它粘住 油炸之后 就是清凉结束 散发着植物芳香的吉捞饼 它外面裹的这一层叶子 特别薄 给这个包裹的馅料 增加了一些清凉的口感 对 清香 北海市面临北部湾 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维州岛位于北海市正南面 24海里的海面上 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 也是东西最大的海岛 小白是土生土爪的维州岛人 位于南湾街上的海鲜市场 是他制作美食的食材首选地 独有的食肉 这个可能要久 可能要十年八年 都没长这么大 超开头 就肉就成这样子 它就中间有点油炸 你看肉很肥美吗 肉很肥美 用来清蒸也行 蒸了也行 很好吃的 我们今晚搞点这个 维州岛海鲜市场的许多海鲜 都是岛上独有的 比如这个珍珠螺 大约在200元左右一斤 浑身都是宝 壳还可以用来做吊坠 这个很特别 我没见过 这个就是宝塔螺 也是岛上独有的 这个 维州岛的皮皮虾 跟别的地方也不一样 就是透明的 可以看见它 黄色的红色的这种黄 全部都是的 像那么大的话 就有半斤 纯野生的也是 对 都是刚刚打上来的 这是石斑鱼 龙盾石斑鱼的一种 很生棒啊 皮皮虾 宝塔螺 明虾 野生石斑鱼 这一类的海鲜 在维州岛通常的做法 是排卓或蒸 最能体现它们的鲜美 我们叫皮皮虾 比我的手还要大声 三分之二还多 不过这个有效满的 把它活动一下 鵝的位置它都会有 都有一个结 对对对 就从这里 就这样子掰 掰开了 然后不会扎手 虾黄 看这个也是 前面后面 嚼劲很足 蒜蓉粉丝石斗螺 只需要少许加些调料 越简单 就越能蒸出它的鲜味 到北海吃海鲜 兰花蟹不可不吃 先油炸一下 再用葱姜爆炒 能够保留 西兰花蟹鲜鲜嫩的口感 这个肉太嫩了 嫩吧 很鲜美 这个肉是 就是嫩的好像婴儿肌肤的那种感觉 就是嫩嫩的 好 我们从这个西洋西下一直吃到了天黑 但是天黑之后你会发现霓虹灯全部亮起来 维州岛有一种别样的美 非常的迷人 真的 我们一起欣赏 其实中国最美的海岛就在广西北海的维州岛 欢迎大家来 夜晚的南湾街是整个维州岛最热闹的所在 吹着清凉的海风来上一碗甜品或者糖水 夏夜的甜蜜气息仿佛初恋的味道 清甜而又回味 甜甜蜜蜜的感觉特别满足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是的是的 做自己的特色录音 然后迎接四年八方的游客 入夜 维州岛南湾街上仅有的三个酒吧 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和岛上居民入族 这声音在海边一遍遍回响 也在北海维州岛的 建成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 虽为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 但市区青山环绕 水暴成流 夜幕降临 这里的夜景更是美不胜手 百里柳江画廊 水上音乐喷泉 令人陶醉 流连忘返 夏季白天炎热 柳州人更愿意选择 在凉爽的夜晚出门活动寻觅美食 金华是柳州市电视台的主持人 也是一位美食爱好者 她是我们这次柳州之行的向导 安娜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柳州 那我们柳州是一个既高调又低调的城市 说我们柳州高调是因为我们的螺蛳粉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说咱们柳州低调是因为咱们柳州除了螺蛳粉之外 还有好多好吃的美食 那你看这儿是人山人海 今天我要带你打卡 就是咱们柳州的胜利夜市 这个好多好吃的 走 带你去尝尝 好的 走 在柳州不管哪个夜市 丰富多样的美食和数不尽的人头就是标配 这个摊位前排起的长队 他们在等待什么样的美食呢 他们在排队是等吃炒冰 炒冰是吗 你看前面那儿呢 他这儿啊 你看摆着一排水果 就是你的目之所及啊 所有的水果都能够变成炒冰 我看这有牛油果 对 还有草莓 然后还有这个翻十六 还有水蜜桃 火龙果 葡萄 广西盛产水果 炒冰摊位上摆满了各种各样新鲜的石灵水果 把水果切块放进搅拌机里打成果汁 再放到制冰机里进行翻炒 不一会儿果汁就慢慢凝固成了块状 通过不断翻炒最后变成绵密的炒冰 这个就是我们的双拼的一个炒冰 对对对 是吧 你们来尝尝你尝尝 他上面这个是芒果的 下面是牛油果的 对 赶紧来尝一下 来 好冰 好爽是不是 好冰好爽 水果味特别浓 现在天气很热 来这么一杯新鲜果汁炒的一个炒冰 特别解渴 然后又解暑 慢慢的一大杯炒冰堆成小山一样 要一手放进嘴里 一口就把夏天的燥热赶跑 太赞了 这样香甜可口的炒冰成了柳州夜市的标配 几乎人手一杯 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 吃完了炒冰 还有什么必须要吃的柳州夜市小吃呢 这个叫炒鸭角 这个叫炒石螺 然后再配上两碗甜品 这样的就可以说是妥妥的宵夜标配 先吃这个炒鸭角看看 好的好的 这个鸭角非常的脱骨 很软末 它非常好的一点是它进入了它那个汤汁的那个味道 然后它那个非常的入味 然后汤汁非常的丰富 所以吃到嘴里的感觉这个味道是非常的香的 卤过炸好的鸭角切成小块更方便啃食 将蒜片辣椒爆香后放入酸笋蒜苗紫酥注入灵魂 再放入鸭角大火爆炒十分入味 吃的时候沾上汁水一口咬下去还爆汁 这就是金黄喷香多汁不腻一缩急脱骨的炒鸭角 这个鸭角炒得非常入味 很软糯就很好吃 入口即化的感觉 酸辣的我们柳州的特色 我们已经吃了一盘了 这是第二盘 第二盘了 都是第二盘了 就是很多 然后Q弹有嚼劲 然后特别特别入味 吃完鸭角 接下来就要吃柳州最出名的石螺了 来我们柳州必须要来吃螺 我们的山歌怎么唱来着 太撩撩螺 必须要撩螺 我们说螺啊 缩螺丝 一定要用嘴来缩 不用牙签 直接缩 对对对 其实呢 因为这种石螺它是很鲜甜的 所以呢可以先 你看它的这个尾部已经去掉了 去掉之后 其实是为了给你更方便的 缩这个螺丝汤 从这儿缩完 吃之前先缩一下这个汤 对对对 缩完螺丝汤 缩完螺丝汤之后呢 你把这个尾部咬 稍微压 压住 压住你的这个尾部啊 直接就缩出来了 就缩出来了 你吃吃看 作为柳州人 怎么能不缩螺 嘴巴一缩 汁水和螺丝肉 羞的流进嘴里 销混的酸酸紫酥香 补补脆的螺丝肉 聊得人心痒 牙也痒 几乎每个柳州人 都有缩螺的本领 不需要任何工具 靠的就是用嘴 瞬息着甜美的汤汁 和香甜的螺肉 不过 这可难倒了 第一次来柳州的记者 吸出来 太难了 看来这个是柳州人的天赋 这个你还是吃的少 所以应该常来柳州 才能够这个会缩螺 我再来试试给你看 看来 哇 这个真的是很有难度 来 先缩一口这个汤汁 对 缩 缩完了之后 用力 很香这个汤汁 非常的酸辣 然后非常的入味 然后我们下面看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螺肉缩出来 见证大纳 是否能够 多会缩的时刻到了 捕住这个眼 好 来 柳州必须让你学会缩螺丝呀 你也可以放开也可以 如果你 哇 太棒了 成功了 成功了成功了 这个螺肉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对 啃完鸭角 缩完螺 再来点甜品 玉米水和清不良 柳州夜市的味道 酸辣爽甜 吃的就是一个复合味 在柳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空气中总有一股又酸又臭又香的螺蛳粉的味道 在以前我只吃过蛋装的螺蛳粉 所以金华你这次一定要带我尝一下正宗的先煮的螺蛳粉是什么样的味道 那是必须了 在咱们柳州必须要来一顿糖食螺蛳粉 那才是算是来过柳州了 那你看在咱们柳州随处这街边都是排着长队的螺蛳粉店可以说螺蛳粉对咱们柳州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食物 这排着长队就是为了吃粉是吗 当然了都排到大街上了 对只卖螺蛳粉 我们赶紧去尝一下螺蛳粉的魔力吧 走一起去尝尝 柳州最出名的当然要数螺蛳粉了 金华带我们来的店一看就很正宗 门面很简单 但门口却早已排着长长的队伍 经常会排队吃螺蛳粉吗 那肯定啊 柳州人不吃螺蛳粉吃什么 你上班的话有时候每天都吃 每次都要排多久呀 每次啊最少三四十分钟 你们是柳州当地人吗 对啊 你们排了多久呀吃柳蛳粉 两个小时 排了半个小时啊 对啊 再火热的天气也阻挡不了柳州人吃螺蛳粉的热情 排着队的人闻着香味吞咽口水 已经排到了的人只顾着埋头大口缩粉 那柳州人可能就想着 有时候你要吃螺蛳粉就想着要吃螺蛳粉 然后一想到那个味道你就会吞口水了那种 就很酸爽的感觉 杨明文是这家店的老板 他告诉我们 这盘螺蛳粉里每一样食材都有独特之处 杨明文就是当天本地的新鲜菜有好几种菜 就木耳菜啊空心菜啊 现在就是小白菜这种 就孙孙我们是用了甜猪生啊 用了糯米浆来蒸泡的 这样螺蛳孙是灵魂啊 先把青菜烫好 舀一勺猪油拌一拌 飘出一股醇厚浓香的滋味来 粉不能煮得太久 太久就会软它没有嚼劲 煮的时间太短又会硬 如何掌握时间全靠老板手感 配菜有花生酸豆角木耳酸笋 炸腐竹十分扎实 再撒上葱花葱油 最后注入螺蛳粉的灵魂 螺蛳汤头 这锅是非常关键就是红油 人家说无辣布螺蛳粉啊 这个螺蛳粉一定要够辣 它才有那种爽的感觉 一定要吃的大汗淋漓 这个红油下面这个汤料也是特别的 每一家熬制的方法不一样 螺蛳粉的鲜甜源于由石螺 猪骨十多种食材熬制而成的汤底 用甜竹笋和山泉水发酵而成的酸笋 是螺蛳粉散发 让人欲罢不能那种怪味的独门秘籍 它们的味道彼此交融 口感一再叠加 这个粉纹纹 已经香气十足了没有 对 就是又香又臭 然后特别鲜的这种感觉 来 咱们先把粉拉起来 闻一闻 这是已经要流口水了 这里边你看这个腐竹 腐竹 炸成了金黄色 这个看着就是一种很脆脆的这种口感 对 是香脆的口感 这个油葱 油葱 油葱 这个是我以前吃螺蛳粉里面 从来没有见到的 这个油葱被炸过之后的 这个葱头特别的香 特别的脆口 然后整个的嘴里 就那种香气四溢 好像让你一口接一口 停不下来 会把整个的螺蛳粉的味道 提香两到三度我感觉 也许这个就是螺蛳粉现煮的 好吃的一个秘密武器 对 我们说缩粉就要把螺蛳粉放在嘴里 轻轻的一缩 缩出那种声音来 才叫缩螺蛳粉 看 哇 真的是缩出声音来了 我来试一下 你试试 嗯 太香了 这个螺蛳粉里面还有汤汁的感觉 然后 多了这么一口 感觉就已经 非常鲜 都已经有点上头了 一口粉 一口卤菜 再配上绿豆沙 这样的滋味儿简直爽歪歪 如果爱吃螺蛳粉 看来还是一定要到柳州 千字尝尝正宗的味道 牛杂可以说是柳州人的深夜食堂 夏日夜晚约上三五好友 点上牛茶 吃得大汗连离十分过瘾 它这里的食材都很新鲜的呀 口感很好的 今天四个人点了四斤 点了四斤 哦 这种吃光 已经吃光了 牛脑 然后还有牛百叶啊 还有一个骨髓啊 这些就是 还有黄猴这种 就比较脆口的 都会点 一全部的围桌在一起的话 就这种氛围非常好 新鲜 然后口感 真的非常爽 在柳州看着爽 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 让食客们赞不绝口呢 你看 这些牛杂啊 都是非常新鲜的 都是现窄 现纱 然后呢 现运过来的 店里有近二十种牛杂 顾客来到店里 现选现切 比如说我们的这三斤 我们就可以把它 用一斤来做火锅 来一斤来做干锅 再来一斤来凉拌 这样我们三种口味 都能够尝到 这么多做法 对对对 夏季最受欢迎的 就是凉拌牛杂了 切好的牛杂 按不同的部位来焯水 还要放入泡椒 香菜 黄瓜 紫苏 倒入密制的酸辣柠檬汁 我们这个凉拌汁的话 它里面会有那个小红椒 还有那个柠檬 还有我们汤地这边 柳州特产的那个酸姜嘛 然后再加上我们 密制的一个酱料 闻起来 想要流口水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这个凉拌汁的话 它会有一点酸 还有一点甜 这个是我们凉拌的一个灵魂 除此以外 再放入密制红油 提升色泽 增添香气和辣度 清晰爽口的凉拌牛杂 就做好了 这个有两种吃法 第一个就是你选自己比较喜欢吃的牛杂的部位 然后一定要蘸下下边的这个汁 蘸点这个凉拌的汁 然后尝尝啊 大口 这个是非常清爽的一个口感 然后这个是有点酸甜的那个味道 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对我们的切粉 然后把它倒到我们的这个凉拌的牛杂里 让这个汁啊浸泡我们的切粉 直接来一碗凉饭牛杂粉 现在它这个汁已经全部都裹在上面了 对 这个时候这个粉就入味了 尝一下 哇 很漂亮啊 蘸着红油 红红的啊 尝一下什么味儿 它非常的凉爽 像凉皮的那个口感 是不是 然后吃起来也是很清爽的这样子 然后有一点甜味蘸着这个酱汁 牛杂的第二种吃法 就是做成干锅 牛杂过油后捞出 爆香大蒜 辣椒 豆瓣酱等调料 再放入牛杂爆炒 最后撒上冲段 这样的干锅牛杂是什么口感呢 这个给我的感觉 更像是一道菜一样的感觉 对 就好像是我们的一道这种黄饭的菜 嗯 我尝一下 来 嗯 这个是有点酱香的口味 嗯 而且它非常的有那种大部爆炒的感觉 对 这样的吃法呢就比较干爽 有香辣 有嚼劲儿 虽然它们都是被混成了一锅干锅啊 但是它们每一个部位吃起来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吧这个牛丸吃起来就是Q弹的 像这个天梯吃起来就是嘎嘣脆 像我们的这个脆肠吃起来就是嚼劲的 有嚼劲的 汤锅是最受欢迎的吃法 而柳中牛杂火锅最出名的就是酸辣的锅底 放入冬瓜 玉米 泡椒以及柳州特有的酸笋 酸菜等 再放入西红柿 螺丝和蜜汁的番茄酱 最后倒入用一整头牛的牛骨头熬制12小时得到的牛骨汤 撒上红油 汤锅吃的就是牛杂的新鲜口味 新鲜的牛杂下到酸辣汤底里 不一会就煮好了 再蘸上蜜汁蘸料就可以吃了 吃到嘴里是这种酸酸的 然后辣辣的 然后很新鲜的 然后非常有嚼劲的这个口感 对 因为它里边有番茄 有这些酸子 有螺丝 所以它的汤料本身就已经很富层次感 就感觉很鲜美 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食材也是新鲜的 这样涮出来 在第一时间把它涮出来 沾上这个味碟那简直就是绝配 在柳州吃牛杂火锅 一个最特别的配菜就是芋头 这样子的芋头我还是第一次见 对 我们这边的涮火锅 芋头是要先炸过 这是炸过的芋头 对 因为芋头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特产 芋头特别粉糯香甜 油炸过之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芋头 放到火锅里就会外面酥酥的 脆脆的里边的软软的糯糯的 非常的香甜 它这个外面感觉是比较有嚼劲的 然后里面是很软糯的这个感觉 我们柳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所以我们的柳州菜也是集聚少数民族风情 你看我们的苗族姑娘她们正在在歌在舞迎接贵宾的到来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栋家迎客油茶 我们栋家的阿姨她正在炒的是油茶 她要把这个姜啊 蒜啊 还有这个绿豆 还有茶叶炒制成一锅这样的汤汁 待会儿呢我们就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来 拌上一碗油茶 这是我们的栋家的代客之道 栋家打油茶是栋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习俗 将姜 蒜 绿豆加上茶叶翻炒 再放在水里熬煮过滤 根据自己的喜好放入炒米 炒果等 喝起来十分爽口 柳州菜也极具民族特色 那今天呢我们来品尝的就是咱们地道的柳州菜 柳州菜的特点的话呢 这个是咸鲜酸辣 这款我们叫这个鱿鱼得水 浇上汤汁 生鱼片被烫熟 展开了像花朵一样的形状 十分漂亮 那它的味道如何呢 嗯 这个鱼片它是有点脆脆的这种感觉 吃到嘴里 对 说明它就是很新鲜 而且它非常的脆 对 是啊 而且它蘸的这个汤汁 是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有点像酸汤鱼的那个味道 鱼片鲜嫩脆口 鱼汤酸爽开胃 接下来是这道看起来十分精美的雀龙钓烧鸡 把用密制香料腌制四小时的鸡 放进吊炉里烤两个多小时 然后再反复淋上热油 烧鸡的表皮颜色逐渐变身 这样的吊炉烧鸡吃起来表皮酥脆 内里鲜嫩多汁 鱼越龙门制作的时候 把香葱 薄荷 紫酥放到鱼肚子里 下锅油炸 炸熟后再复炸盛色 它里面有了这种香料之后 它这个味道是有那个紫酥 还有薄荷的味道 然后香料的味很足 而且很多人吃鱼 就是最怕是鱼腥味 那你看它放了这三款香料之后 它这鱼一点腥味都没有 而且通过油炸 这个香料的味道 已经全部渗入到鱼肉里了 感觉每一口 都是口齿流香的 除此以外还有几具民族特色的 酸鱼酸肉手抓饭 冻家回娘肉 柳州的美食 真是怎么吃都不够了 现在柳州年轻人 有好多新的就会方式 比如说一米酒 一米串一起聚 我面前的这就是一米酒了 每一杯都是小麦 精妙而成 非常的美味 那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去尝一尝 一米串的滋味 这家餐厅装修时尚 晚上坐满了帅哥美女 氛围轻松愉快 那精华说的一米串是什么呢 哇 这个就是一米串是吗 惊不惊惊 意不意外 哇 这家真的好夸张 真的有一米 这一个串里面感觉就是有蔬菜 然后也有肉 肉 温速搭配 然后是看着非常的爽 基本上每桌都会点这道菜 是的 这道菜是来我们这个店里 每个人来这都会必点的 来蘸着这个 烧烤酱 这个肉它外面是酥酥的皮 但里边你看会稍微有一点红 但它熟了 所以这样的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火候 这个酱的肉吃起来特别的香嫩 一米大串把牛肉和玉米 原葱 青椒等 穿在一米长的签子上 预烤过后放在烤架上 刷上油和秘质胡椒酱 这个也是烧烤 但是为什么烧烤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碗啊 非常特别 这个是鹅卵石嘛 对 里边附上鹅卵石的作用就是保温 给我们的这个烤肉保温 然后那你看里边还有这个藤条 你看见没有 拿出来 对对对 藤条 这是烧焦了的藤条 对 这个是葡萄藤条 这个烧葡萄藤条的这个作用就是 让我们的烤肉啊 弥漫在这个藤条的这个木头的这个香味里 熏出来的 对 熏出来 感觉这样的肉呢 既热火啊 吃起来热火 然后又脆 又香嫩 无法烤牛肉 穿好的牛肉只撒上盐这一种调味料 放在烤架上烤熟 在碗里装上鹅卵石 放入葡萄铜条 点上火后放入牛肉串 正所谓盐出五味 这种烤法给您带来最纯粹的肉香 除此以外还有烤鸡 蜜汁排骨 最特别的是烤榴莲 其实这榴莲就跟咱们的柳州螺蛳粉一样 闻起来臭 但是吃起来特别香 那像这样的这个烤榴莲烤完之后啊 它既有香甜 又有一层薄薄的脆皮 这样的口感这别地方也是吃不着的啊 吃着爽口的烤烤 听着动感的音乐 这就是柳州的闲适夜间生活 牛肉那平时工作都很辛苦 所以的话呢 就晚上的话就出来放松一下 吃点这些烤烤啊 而且柳州怎么说呢 柳州这边的口味比较重吧 然后这家店的食材的话呢 也比较适合柳州的口味 为我们带路 看看南宁夜市里有哪些好吃的美食值得品尝 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值得体验 这庸江两岸还是不像热闹的 对 游客们以全息的方式去感受南宁城市的发展变化 南宁呢也是在不断的开发夜间游的这样一些项目 吹一吹凉爽的江峰 也能够感受到南宁的历史文化的一些魅力 还能够拉动夜间经济的一些增长 游船全程历史大约60分钟 目前每晚7点半 8点 9点 9点半 4个半次 一层和二层的船票分别是100元和120元每人 一个小时的游船结束后 灶热已经烟消云散 接下来李军会带记者去哪里打卡呢 来到南宁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呢 就是南宁的中山路了 没错 这里的小吃那简直是太丰盛了 几乎所有朋友来到南宁的话 必来中山路吃饭 来中山路的话是不是每年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可以吃了东西也会有一些调整 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 可能会更多的融入一些外地的一些美食 全国各地的小吃 可能拿什么好吃就得对 来到这儿代表的一个流行趋势 没错 我在这还吃到过天津的煎饼果子 那咱们看看今年流行卖身 好 中山路位于南宁市中心 可以算是南宁名气最大历史最久的夜市 在这条700多米长 10多米框的老街上 集中了近百家的小吃团店 每天从晚上六七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 整条街上都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这个是什么 台湾的香蜜 它这普通的柠檬有什么区别吗 它这个是皮香的 皮香 那就带皮一起吃 只是酸味的 这个还有香味 这个是皮的 皮都有一股香甜的味道 它是带着皮一起做饮料的吗 对 就像这种带着皮一块 直接泡在里面还是说也需要榨汁 榨完汁都丢出来的 再把皮捞出来 它皮不能放里面 放里面補的 香凝切片 带皮炸汁 用蜂蜜调味 加上冰块 冰水摇匀 一杯闻着提神 喝着开胃 生煎止渴 清凉消暑的饮品 成了中山路很多果汁摊的主打产品 除了新秀饮品香凝汁 传统的凉茶铺也是做足了功夫 这个就是很特色的雷公根 这个东西很下火 如果咱们北方人说上火了 除了这雷公根煮的凉茶 非常有效果 到前一杯啊 这是雷公们生 就把它打碎了冲水 就把它打碎了以后直接冲水 不经过煮 不经过熬水 不用加糖不用加什么 就要加糖 现在只要在南宁生活的人 他们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喝一点凉茶 要不然比如说你脸上会长痘痘啊 会上火啊 会当地话叫热气 就会不舒服 原有的凉茶标签已经不足以吸引消费者 于是新鲜的雷公根被各个摊主摆在了名面上 成了吸引消费者的招牌 在南宁夜市里各种凉茶很多 有了各种凉茶的保驾护航 食客们就能敞开了品尝各种美食了 刚认识了新鲜的雷公根 这又是什么叶子 这个呢叫甲露叶 甲露叶 它是一种叶子 都是加鲜是吗 对 它加了一个肉在里面 甲露叶是什么叶子 一种香料的叶子 对 一种香料的叶子 你闻它还是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淡淡的清香 怎么想到拿这个来 为什么要把它夹肉一起炸 因为这个叶子呢 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它可以清凉解暑 而且呢它还可以这个去湿 是今年才有吗 还是一直就有 没有 就是去年十月份才开始起来的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起来了呢 以前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这个小时候我们妈妈就是来做叶子 还要包起来要裹那种面粉 炒鸡蛋 炒鸡猴 焖煮肉 就是一种香料的面子 所以说它广为就是说 现在它已经外开了 以后就很多人做了 它吃起来 炸起来的话 它口感就脆香 越天然的食材 越能赢得食客们的喜爱 就连传统小吃牛杂摊上也摆了各种最新鲜的蔬菜 南瓜花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青菜 各种青菜 对 因为在南方这个青菜是比较多的 而且可能南方人更讲究吃绿叶子的菜 其实晚上吃宵夜的话 这种荤素搭配应该就很好 我们这个很普遍的才2块钱以上 就人均大概吃饱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大概50一个 50左右 嗯 一天能卖多少 四五百畅吧 四五百 最少那种按照上一天的计算 最少要四到五百 那最好的时候呢 千把两千把这个 来南宁 品尝海鲜也是必不可少的 海鲜店是东山路上占比最多的店 既有专卖生蚝扇贝的小摊 也有虾蟹 萝贝 鱼都很齐全的大店 烧烤 麻辣 会脆 各种吃法都很多 但是李军告诉记者 南宁人最爱吃的 最地道的南宁吃法的海鲜 还要走到中山路箭头的拐弯处 这里代表了南宁最地道的海鲜吃法 我们最爱吃的 螺 其实螺已经从海鲜里单军出来了 这一条我看全是卖螺的 没错 那这个季节的螺 哪几个是最肥的 这是不分季节的 不分季节 对 不像品牌一样每个品种都有 不像海鲜那样 对 如果是两位的话 您推荐吃哪个 你想吃白灼的还是炒的呢 如果白灼的 味道最鲜甜的 白灼肉脆甜 你来个香螺 肉嫩一些就来个沙包 价格实际就选择这边这几个 想料的有 南宁人最古老的吃法 那个甜螺 石螺丁螺 嗯 这边三种 最古老吃法 最古老的吃法 就是 大锅里面蒙好的 这边三种螺 撩 没错 为什么叫撩呢 撩其实它是一个动作 它是把这个螺呢 从螺肉 从这螺壳里边把它挑出来 对 所以南宁人叫撩螺 如果说要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 要去中山路 那么 要吃最地道的南宁特色美食 还得去见正路 见正路呢 是我们南宁当地人比较爱的地方 卷筒粉 可以说是见正路 也可以说是南宁最最有特色的一家店了 不论是味道也好 还是口感也好 都是非常有老南宁的味道 卷筒粉 一种把大米的米浆蒸熟 加菜 然后用竹片挑起 卷成条状的美食 走进见正路 这家排着长队的卷筒粉店 就吸引了记者 哪一种最好吃的 我看上面这一种 第一个肉加醋的一样的比较多 我们吃一下这个吧 好的 这家卷筒粉店 每晚七点半开始营业 直到凌晨四点左右打烊 除了粉皮软糯 夹心丰富以外 几种不同口味的蘸酱 也是这家店吸引食客的招牌 咸辣的 这个酱油 和黄皮酱 这是黄皮酱 推荐你吃黄皮酱 这是用黄皮果 那个做的酱 南宁人非常爱吃黄皮酱 稍微要淋着稍微有点少 什么都换一点才好 好吃一点 在南宁 大米的米浆做成的美食有很多 除了卷筒粉 还有知名度最高的老油粉 另外 还有一种原本只有地道的南宁人才知道 但是近几年却在悄然走红的粉虫 这就是我们南宁的特色小吃粉虫 它是有 它长得像虫子嘛 所以叫粉虫 对 这是由大米制作的 很Q弹的 有点像虫的形状 上面有一杠一杠的那个 对 一节一节的看上去就像那种虫 真的很有动感 据传粉虫最早起源于清朝末年 一般是南宁人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的美食 泡好的大米打碎成米浆蒸熟 然后揉成大米面团 最后手工搓成一条一条的粉虫 看似简单的工艺 在周丽娜家已经传了三代人了 那时候就是我外婆是渡船上面的 那有时候能换回来的那些粮票啊 那些粮票能换回来做大米 那个大米啊 就做成粉虫 如今虽然市面上有很多机器搓出来的粉虫 但是周丽娜为了能让粉虫保持第一刀的口味 始终坚持手工搓粉虫 于是一家老老小小都成了店里的得力干将 先把这个米粉团呢 我们手上沾上油 让那个米粉团不捏到我们手上 对 然后放在波鸡上面也抹一点 但是不能太多 太多就搓不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波鸡 让我们搓出那个粉虫 然后吃起来也会对我们的舌头有那种醋感 然后嚼起来就感觉到弄嚼劲嘛 最有嚼劲的粉虫要用最地道的做法 配黄皮酱拌着吃 或者老友炒粉虫 酸笋切丝直接下锅 我们要把这个酸笋先放进去爆 烘开一下 把那个酸味烘了 酸笋可以说是老友炒粉虫的灵魂 酸笋先下锅 能最大限度地激发酸笋的香味 再放油 倒入蒜米 豆豉 辣椒 再下肉片一起爆炒 倒入粉虫 最后配上胡萝卜 青椒 黄瓜片 翻炒片刻 一份酸辣咸香软糯弹的老友炒粉虫 就做好了 它不像我们的贴粉那么容易入味 我们要爆炒停酒 然后让它那个粉虫吸收那个酱汁 饱和了 里面才会有味道 如果说粉虫老有粉 代表着老南宁的味道 那么近年来 随着东盟博览会落地南宁 一大波东南亚美食也在南宁夜市上大放光彩 比如九层糕 就是印尼的一种传统美食 也是南宁夜市里卖的非常好的一款销熟美食 店主魏昭霞的母亲是一名印度尼西亚华侨 回国已经六十多年 2008年年过七十岁的老母亲带着魏昭霞做起了印尼小吃 说到这些年的变化 魏昭霞充满了感慨 当时比如说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盐材料 我们都需要去定制的 那现在可以在菜市都可以买得到 做九层糕的主料就是椰子 淀粉 砂糖 整个的椰子要去掉外面的皮 露出整个白色的椰子肉 它有很多种方法 这个方法你可以看到完整的椰子 这个椰水我们一般都不用直接拿来喝更好 对身体啊对什么都很好 为什么会直接拿这个锅面做糕 因为这个椰水呢 它在长文下很容易坏 所以我们做东西的话 一个做到的糕点容易变 所以我们一般不要 那我们用的椰子呢 因为椰子里面它有油 用植物油 它的椰子油来做糕点 变成就非常的好吃 椰子肉加水 用榨汁机充分打碎 过滤掉渣子 倒进锅里 加糖 淀粉 调成姜 然后就要调色 香兰草汁 黄芝子汁 还有一种印尼的植物泡的水 就会染出自然的绿色 黄色和粉色 这三种植物不仅有很好的染色效果 还有清热降火 以及产生独特清香的作用 最后就要上锅蒸 每种颜色的姜要分三次上锅蒸出三层 三种颜色一共九层 所以叫九层高 椰香中透着香兰草和枝子的独特清香 甜 痰 糯 香的九层高 真是夏夜里的一股清流 吃着非常清爽 水果入菜 在东南亚的美食里 并不止局限于印尼菜 越南菜里的水果菜肴同样品种丰富 木瓜配虾仁 芒果配牛肉 火龙果配鱿鱼 甘蔗配虾等等 他们那边气候偏热 然后水果入菜它比较清爽 然后对他们来说 水果入菜是个很好的选择 用来做菜的水果要挑选八成熟左右的 既要保证有水果的风味 又要保证入锅加热后不至于太烂 八成熟的话就是直接 要在手上面微微捏一下 如果是稍微有点软的话 就说明这个熟度可以了 如果是硬的话 就说明太硬了 如果是跟人家马上就熬下去那种 就说明太熟了 把木瓜切开一个盖子 挖出部分果肉切块 去掉木瓜籽 形成一个木瓜中 里面留一半的果肉 虾仁和木瓜入锅 调味翻炒 倒入木瓜中 在高温的作用下 里面留的果肉被充分焖出香味 鲜甜滑嫩的木瓜虾别有一番滋味 芒果牛肉的搭配 让牛肉的口感更好 而芒果加入后香味也更特别 红白两种火龙果搭配鱿鱼 色香突出 味道也更爽口 甘蔗虾相对其余几道菜 做起来相对复杂 首先就把这个虾就剁成虾滑 剁的话不要剁得太细 太细的话呢 它会影响那个整个甘蔗虾的口感 这有一些颗粒的 就小颗粒感 然后呢这样子就会有那种虾 那就比较Q弹 整个包裹到里面就比较Q弹 剁好的虾肉加少许盐调味 再加淀粉鸡蛋抓匀摔打上劲 最后才会用到切到的甘蔗条 用调好的虾肉包住甘蔗条 蘸上少许面包糠 整个看上去就像鸡腿一样 最后入油锅炸 高温让甘蔗汁挥发与虾肉融合 整体外酥里嫩 吃的时候再蘸上独特的百香果酱 绝对让人爱不适口 酸的先是扑面而来 接下来就是这个虾的香味 鲜香的味道 然后最后呢是这个甘蔗的清甜 一点点的清甜 非常有层次感的一个美食 不错非常棒 在南宁 来自全球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 都为夜市经济带来推动力 让人们更愿意在天黑之后 吹着夏夜的凉风去觅食 而有些南宁的知名美食 似乎就是因为南宁的闷热天气 应运而生的 比如这道用柠檬命名 而看不见柠檬的柠檬鸭 这道柠檬鸭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要叫柠檬鸭 里面到底有没有柠檬呢 首先我们柠檬鸭的原料 是采用当地南宁当地的青头鸭 这鸭子只有多少斤 大概是五斤半到六斤左右 它这个青头鸭的话到这个重量 它那个肥瘦是适宜的 像柠檬鸭的话 这不适合太肥的 配料也不少 蒜 姜 白酒 还有两种酱料 这个是黄皮酱 就是当地的黄皮水果做的酱 对 那应该是甜的还是酸的 甜的 黄皮酱的话 它能够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 那这个是什么酱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自己调料的 炒柠檬鸭的 我们自己调的 主要成分就是海鲜酱 猪猴酱这些 还有豆瓣酱 调料这就齐了吗 还是没有看到柠檬鸭 像我们柠檬鸭的话 顾名思义柠檬鸭 都一定要有柠檬 像我们这个的话 是柠檬是要腌制的 至少三年以上 然后它才会时间越长越香 像我们这个的话是15年8月份的 到现在也四年 才快四年 原来炒柠檬鸭必须要用 腌制了三年以上的陈年酸柠檬 这种柠檬和新鲜的柠檬完全不同 这个柠檬它看起来很油是吧 然后它这个就是柠檬的话 一般是七八月份是季节的柠檬是最好的 这个时候的柠檬呢 那个皮很薄 那个肉很厚 它吃起来就口感就很好 你看那个 闻起来其实有很像橙皮的那个香味 有点像橙皮的香味是吧 对特别浓 它其实就是纯柠檬放进去 纯柠檬 不要加别的东西吗 主要就是加盐 加盐还有冰糖 炒柠檬鸭的陈年酸柠檬需要去籽 剁成绒 另外还要用到腌制的酸辣椒和酸酵头 我们是拿糯米来酿造 就是说拿那个甜酒 让它自然发酵变酸 其实是拿那个牢灶 对 酒糟 那酒糟去 酒糟 然后它自然发酵变酸了以后才能用了 所以这个腌制的时间也要比较长 也要一年以上 然后它那个酸味刚刚好 然后又很脆 这个酸味又特别冲了 不像那个酸柠檬 酸柠檬的好像还没有这个酸 对 它这个是那个教头本身的那个味道 可以直接吃的 可以吃是吗 可以吃的 嗯 好脆 是吧 它很脆 因为我们直接是酒糟釀造的 它除了脆 然后有点酸味 好酸 你吃到后面它会有一点点回甘 剁好的鸭肉块下锅炒香 依次加入各种调料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炒柠檬鸭的时候 一开始的话一定是要大火 眼看的柠檬鸭已经香味浓郁了 酸柠檬蓉怎么还不下锅呢 准备起锅的时候就放柠檬 因为这个柠檬的话 发太多的话它会苦 所以我们也不能放太多 一般一只鸭五间半到六间重的 就放三个 放两只鸭起锅了 对 这样炒久了它会变苦 柠檬鸭炒出来的话 你看它那颜色是金黄金黄色 而且是特别的入味 这样的夏天最适合了 吃饱了喝足了 南宁的夜市之旅并没有结束 李军又带着记者来到了一条 与夜市完全不同的地方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 就是老南宁三阶两项历史文化街区了 好挺热闹的 这为什么叫三阶两项 这里啊 其实是我们老南宁商业的一个发源地了 三阶呢指的就是民生路 新宁路和解放路 两项啊 其实说的就是金石像和银石像了 这儿啊 保留了很多清末明初的一些建筑 自从开放以来呢 也是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这里 感受这里的历史文化 感受这里的商业氛围 也成了一个 看上去就不一样 是 也成了一个特别有个性和自己 这种文化气息的这样一个商业街区 三阶两项虽然整修开街 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但是已经成了南宁的人气聚集地 卸着各地的朋友前来打卡 这儿呢要特别介绍一下了 这里呢是专门展示四大名景当中的 壮景 是用这个壮景进行一些全新的组合 让现代人更喜欢过去的这个壮景 给我们带来的新鲜的感受 在旧商新上博物馆里 不仅展示着壮景的物品 还有枝娘现场展示壮景的传统织造记忆 每个图的离不开的都是多指多生 或者是很崇拜太阳 所以传统壮景里面几乎都有太阳花 整个概括就是吉祥余裕 那像您这样一天能知多少 然后 我一天不到10公分 在过去一段时间 像李东莲这样成熟的织娘 依靠织壮景只能挣到几十元钱的工费 所以很难维持生计 2006年壮景的制造工艺 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接受了壮景 织娘们的劳动价值也得到了认可 广西百色老街三口井小巷夜市 一个绿县神秘的地方 时刻不算多 它们都是奔着当地九富盛名的黑暗料理来的 所谓黑暗料理指的是食材和食材 这种做法让常人难以接受的食物 有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 更多的是来回味那种 惊悚刺激感觉的当地居民 在海南族里 你咬过它 你会惊涉到 你这里想吃 对 想这么样的尝试 咬了之后 一口吃流出来会很好吃 一口吃 一口吃 吃过的人描述起来感觉沉醉不已 究竟是什么美味让他们这么着迷呢 原来是一颗颗瞪大滚圆的眼睛 猪的眼睛 一眼望去 没吃过的人 顿感惊悚恐怖 不可思议 这竟然是很多百色人最爱的烧烤 烤猪眼 烤猪眼睛 把新鲜的猪眼的肌肉穿到竹签上 保留比较完整的眼浆 一串三只 放在炭火上烤 边烤边刷上酱料 油盐等各种佐料 不断翻动 防止瞬间过热 眼浆爆裂 烤好的猪眼 外观上看起来和其他烧烤食物差不多 黑黑的看不出原貌 但第一次吃的人心里还是比较害怕 第一次吃肯定有点害怕 害怕那个液体烫吧 烫到嘴巴了 很新鲜的那个液体爆炭 爆浆的那种感觉 有点像撒尿不完的那种感觉 烤好的猪眼 吃法也讲究 太早吃会烫嘴 太晚吃猪眼会发软 无法体会爆浆的那一刻 最佳的吃法就是等十分钟后 整个猪眼睛放进嘴里 突然一咬 黑色的眼将爆射的口腔刺激无比 什么感觉 爆 爆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嘴脸 突然在感觉 真像什么 初恋 密制的感觉 爽 烤猪眼硬是吃出初恋的味道 这初恋巴的感觉究竟是怎样一番妙处呢 我们的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 好 害怕 什么感觉 这一开始是比较害怕的 比较惨測的 突然之间 一咬 里边的这个水就泡到最深 口腔里面 然后这一嚼的话就特别的 最嚼一个劲道感觉 爆浆刺激过后多咬几口 反复咀嚼 你就会感觉到烤猪眼的韧性很香也很有脚头 在三口井小相机的发现 做暗黑烧烤的几乎全是女人 其中生意做得最好的要算平解了 平解的探位一天能卖近四百颗猪眼睛 烤猪眼睛的火候 平解把控的一绝 在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几乎不言语 专心致志 异常坚韧 烤猪眼并不是平解的独创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平解烧烤的猪眼睛这么受欢迎呢 记者决定细致打探一番 第二天一早 接着来到平解店铺备货处理食材 这些都是平解一个人做 平解告诉我们 摆摊做烧烤 刚开始生意并不算好 直到加入了当地人比较喜欢吃的烤猪眼 摊位才逐渐火爆 平解认为 他的摊位烤猪眼睛比较受欢迎的原因 很简单 就是一定要用当天最新鲜的猪眼睛 他用专门的进货渠道 所尽的猪眼睛食材必须是当天现杀现摘的 什么样的猪眼睛才算是新鲜的呢 这个是新鲜的吗 绝对是新鲜的 这个是今天早上刚拿回来了 很好 每天都是保持新鲜 这个颜色呢 红红的这种呢 新鲜的猪眼睛 不仅味道好 而且眼睛里的汁水饱满 吃起来爆浆的口感更加的刺激 这也就是为什么平解家的烤猪眼 最受欢迎的原因了 除了猪眼睛 平解的烧烤摊 还有另一道菜更招人喜欢呢 拿着吃的比较多 究竟是什么样的食物 让这些食客们渐渐乐道呢 这种食材 凭解进货的时候 也是要当天最新鲜的 数量不多 每天减60条 整条食材处理干净 缠绕在竹签上 放在炭火上烤 就成了令人叫绝的美味 不卖关子了 这就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烤猪鞭 烤猪鞭 猪鞭先要用毛刷刷一层油 然后放到炭火上烤 边烤边翻转 边撒上盐 自然粉 辣椒面提味 反复地翻转撒料直到烤熟 吃完就做到了 脆脆的 我也不知道何味道 脆脆的 嗯 有点点脆脆的 很显然 不管是烤猪鞭 还是烤猪眼 都反映出 无肉不欢的白色烧烤 很重视咀嚼过程 在白色 还有一样美食 同样也能满足人们 咀嚼的快感 像那种炸弹一样 吃着像炸弹一样炸开的感觉 牛肉炸弹 在饮食里 字眼非常醒目 咀嚼过程更加刺激 煮掉只有牛肉和泡椒 把牛肉切薄片 放酒 姜 蒜 酱油 盐 糖等多种配菜 搅拌均匀 腌制半小时以上 把泡的松松烂烂 酸酸辣辣的泡椒 卷进牛肉片里 用竹签穿好 放到烧烤炉上 反复加料烧烤 牛肉的滑嫩 包裹着刺激味蕾的泡椒 会让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什么感觉 这个里边这个泡椒 这个酸爽 还有刺激 再加上外边这个牛肉 这个鲜嫩 感觉这个舌头像在里面吹炸蛋一样 特别的酸爽 荔枝木烤鸡 这个烧烤也很重视咀嚼感受 鲜活的土鸡去头去尾 用料腌制好 店家用特制的长叉子 插好一只只鸡 放到特制的烧烤架上 用荔枝木来烤 这样烤出来的鸡肉 会带有荔枝的清香 手工饭烤二十分钟后 香味扑离 当鸡皮金黄油亮 就可以出炉了 吃荔枝木烤鸡 要直接上手撕着吃 鸡肉被烤得酥烂 一撕就裂开 吃起来皮酥脆 肉质细嫩软滑可口 结合甜香丰厚的肉汁 越嚼越香 连骨头都很入味 白色人对食材的要求 激进苛刻 既要有劲爆的口感 还要有十足的味道 炒粉虫就是这样一种 把口感和味道结合的 近乎完美的宵夜小吃 炒粉虫 炒粉虫 听来吓人 其实并不是炒虫子 而是白色的一种特色米质品 是大米磨成浆蒸熟成粉搓成条状 因形式虫子才成为粉虫 猪肉 胡萝卜 青红椒 肉片切成丝 锅热放油一同爆炒 做好的粉虫放油爆炒 炒至上色 再把所有的肉丝 蔬菜丝放进去一起炒匀 就可以出锅了 就是比较有嚼劲嘛 吃起来 有点像有QQ 有点像QQ糖 那种硬劲 老板明天弄点什么 明天啊 明天啊 明天弄点水里油的 不像啥的 这家烧烤店老板人称邱哥 邱哥从一个烧烤小摊 做成容纳200人就餐的烧烤店 悟处的烧烤之道 就是多叫回头客朋友 只要顾客朋友提要求 能做到的就去努力 成碧湖是百色 几乎没有污染的水资源 湖里生长的当地人 特别喜欢吃的一种和鲜 没有鲜小 邱哥和伙伴们 就过来成碧湖垂钓 哇有了有了有了 太漂亮了 哇 你看 这个东西比烧烤烤猪眼 要好吃十倍 真的假的 真的 这种小鱼叫蓝刀鱼 因其被捕成隐约的蓝色 鱼身与刀相似 而得名蓝刀 不可思议的是 百色人居然用这个身材娇小的鱼 做鱼生 喜欢吃鱼生的人的话 首选就是要这个 这个来做鱼生 这太小了这样 这是考验刀工嘛 我们要点一个蓝刀的话 就要两片 大鱼的话 它的肉质没有那么脆口 这个鱼肉很甜很脆 蓝刀鱼生是一道流传了五百多年的美食 本是鱼棉没有油盐酱醋 只能生吞活泼 应付生活的无奈之举 未曾料到 这种饱含鱼棉辛酸的草根吃法 逐渐引化为当地传统名吃 蓝刀鱼处理干净 手撕去皮 鱼片切的薄到一毫米左右 一条鱼只切两到三片 这样才容易入味 调料的种类丰富厚重 压住腥味 食客们自然就体会到了鱼生的鲜美可口 吃蓝刀 就是要那个新鲜 越新鲜越甜 这个 非常脆 非常脆 有些人对蛇天生有恐惧感 但在买色 一些人工养殖的泥蛇 却是当地人的盘中美味 在蛇生长的季节 秋歌的烧烤摊就会退出烤泥蛇 人工饲养的五毒小泥蛇去头 连皮一起放进开水里 出锅后去内脏 盘绕在竹签上 放炭火炉上烤 泥蛇皮部分 预明火烤后 变得微微焦脆 很容易脱骨 烧烤时候 杂烤的辣椒粉和椒盐等佐料 都只是辅助 最核心的地方 还是在泥蛇的肉质 酥脆有嚼劲 然后老友的感觉 老朋友的味道 有点感觉 文明街 老百色小吃街 有小吃的路段就百米左右 却汇聚了老百色小吃的精髓 百色人最原始的口味 而这些美味的制作 都深藏在一个个小小的巷子深处 周六下午 黄阿姨买回来了一小袋 当地独特的食材 在家里二十几岁的女儿也忙碌着 娘俩准备制作白色街头 夏季消暑的最佳甜品 去街上售卖 这个甜品是当地人称呼 为烧烤伴侣的一个独特小吃 这一袋食材叫琼汁 主要用麒麟菜或石花菜制成 琼汁颜色白亮透明弹性大 广泛用于制造饮料 果冻 粥羹等食品 百色人就用它开创了一种独有的小吃 大菜糕 大菜糕 都承转成在了像华仪母女一样 很多白色人同年的记忆 我想吃饿什么 没有什么麦都是吃这种 现在做的都是以前的老味 在白色夜市 做大菜糕的人很多 但各家都有各自的调配秘诀 做出来的口感也是千差万别 华仪的女儿传承了妈妈的手艺 她平时上班只有周末时间才做大菜糕赚点小钱 除了琼汁 做大菜糕用的原料就是糖 需按比例调放 皇家的大菜糕采用的是纯糖和纯手工制作 凉水浸泡琼汁 变软后放进锅里 倒入水加热 直到琼汁融化成液态 放入两块自家手工这个糖块 再放入适量的红糖 最后放两大碗白砂糖 小火煮开 边煮边搅拌边放水 直至所有的糖都完全融化 真的放这么多糖呢 对啊 因为放糖多甜还好吃 把煮好的大菜糕水倒到一个个小碗里 自然冷却晾凉 一个小时后大菜糕水慢慢凝结 将凝结好的大菜糕压好盖子 放到冰箱里冰镇 这样才冰爽可口 夜幕近年 华语又和女儿推着摊车到门口买摊素卖了 此时整个街上很多家门口路口也都推出了大菜糕摊车 两到三元一碗买的人不算少 什么味道 就是比较甜 蛮甜的而且就是很凉快 一入口就溶的感觉 白色大菜糕形状成焦块状类似于果冻 晶莹透亮入口即化轻润可口 有效地中和各种重口味烧烤的冲击 消熟解密令人神清气爽 因为气候湿热 白色人喜好吃像大菜糕这类甜味的东西 白色的水果 白色的小吃 大部分也都是以甜口为主 很多白色人戏称他们 是甜如命身体里流的都是糖 老百色小吃街这家店 三十年前看门到现在 虽然经过几次老板更换 但口味还是没变 以甜品为主 天一黑店里就坐满了人 新店主人称小吃 二十八岁 曾在上海工作六年 后来返乡接替母亲经营甜品店 自称甜饭先生 很难想象 醋食小吃回家创业的一个原因 竟然是老家的甜味饮食习惯 饮食不习惯 喜欢吃这个味道是吗 对 然后就回来帮忙 接受妈妈的小店后 甜饭先生小吃 邀请了家族亲友做主厨 目的是做出家的味道 甜吞是店里卖的最好的一个甜品 甜吞也就是炸过的甜云吞 家族里姑姑最擅长 甜云吞是用碱水面皮包的 用甜的豆沙做下 包好后用油炸熟 吃的时候泡姜糖水口味更佳哦 香香脆脆的 很好吃 而且很便宜 多少钱那个 三块钱一碗 一般感冒的话 喝一碗 喝一碗姜糖水 甜饭是白色人最喜爱的夜市小吃之一 白色甜饭历史悠久 据传是由北方的八宝饭演变而来 口味甜糯的优质大糯米 淘洗几遍 放水放在蒸屉上蒸一小时 每个小碗里放入酸甜的葡萄干 再配上白色本地家里自制的甜本红豆沙 将煮熟的甜糯米放到碗里 三种甜食材一同放入蒸笼中蒸熟 甜饭出锅 糯米散发出油亮的光泽感 对于很多白色人来说 甜饭是儿时陪伴成长的香甜记忆 这甜甜的糯米 糯米 很甜的 像粥沙 粥沙 它吃起来什么感觉 有嚼劲 有嚼劲 很嫩 很香的味道 还有呢 香甜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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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就吃这个是吧 喜欢吃吗 施家小店的炖品也是百色人爱吃的 200多碗的炖品到夜里10点就卖完了 炖品主要由小师和妈妈一起制作 炖品以咸味的居多 讲究汤 重滋补 依照不同的食材下不同比例的中药菜 猪脑水是近几年比较走俏的食物 在摆设一些比较大的饭店 几乎都被做成高档汤窑 而施家小店却把它做成了只有12元一碗的平民价格炖汤 而且还放入了白纸 玉竹 当归 党参 红枣 枸杞 三七等多种中药菜 看看这些配料就知道味道会如何了吧 烏鸡炖汤中药才放的少 坚持原汁原味 味道则偏向清甜 放好多年来熬制的老汤 放入蒸香 蒸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什么味道 鸡的味道 香 本土鸡的味道 就是汤很浓 汤很浓 对 你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就感觉很新鲜 然后它那个猪脑又不会很融的感觉 就感觉比较有出味很好吃 广西是一个粉的王国 而对于百色人而言 一日三餐 粉更是他们最钟情的 夜色阑珊 街头巷尾粉变连厉 一份好的炒粉 粉不能碎也不能浇 粉和瘦肉各色时令蔬菜 一起猛火快炒 肉香蔬菜香一起卷入了粉中 各种食材的香味混合交织 吸引着来往的时刻们 有嚼劲然后 这个甜好吃吧 就来就是 不腻口 他们炒的粉不碎 然后他们的小配菜也很好吃 这么多美味可口的粉 最受欢迎的是什么粉呢 来百色 最不容错过的其实是卷铜粉 小吃街短短几十米路段 就挤动了百色极具人气的 几家卷铜粉店 百色人都是吃着卷铜粉长大的 对老百色人来说 卷铜粉就是家乡的味道 为什么喜欢这个啊 这个百色人哪有不吃卷铜粉的啊 在那里比较永远性 还有那料比较多啊 师傅们采集木耳豆芽等当地各种新鲜食材 精更细做 猪肉煮熟 切碎炖烂 糯米浸泡半天 打磨成米浆 几乎每个店里都有自己流存的 生熟米的老米浆 用老米浆调和新米浆 据说味道会更好哦 店家师傅把米浆摊圆蒸熟 用细条竹片挑起粉皮上圆盘加馅料 馅料有碎肉 叉烧 豆芽 豆角 凉薯 按时刻的口味要求 店家均匀谈好馅料 竹条慢卷粉皮紧贴馅料卷成桶状 入碗后浇上酸甜咸不同口味的调味料 再盛上一碗汤 一条滑润可口馅料丰富的卷铜粉就做好了 味道的话有点酸弱很香的感觉 种子的话对我来说的话心情不好 所以吃上衣服的话也挺香的 个心里每次吃的那种吧 如果你不吃的话的话 本身不舒服啊 一天不吃的话 困体困体困体